别人嘴里吃饭是享受 到他嘴里吃饭是放炮 这巴基嘴还说不得 说他两句他还不高兴 这经典的一幕来自于 冯孔最出名的电影之一 别拿自己不当干部 而两人互对的缘由 还要从中国人最爱听的干部这两字说起 因为管这两百人 老王颇好以干部自居 可真要说出口 他也不过是纺织场一个芝麻大小的工长 就连手下的女工也不拿他当回事 员工考核时 因为有个学徒没来 老王多说了几句 当师傅的就一张快嘴 呛得老王威严禁师 一点架子都端不起来 而更让老王对女工避而不及的是 因为计划生育 常理下发表格 作为工长 他得亲自统计女工们的避孕方式 老王心中为难 面对一群女工 他始终经口难开 最后还是兄弟大佬会插科打混 这才摆脱了烫手山芋 老王作为干部 也要求家人有干部家属的觉悟 妻子倒因此颇有几分胸襟 在酱豆腐厂工作时 每次遇到厂里发福利 他都主动接过残次品 相比之下 儿子倒开启了拼憋模式 儿子一直为爸爸是干部而腰杆硬挺 可同学小胖得知内情后立马反杀 他爸爸是触及 名副其实的干部 真比较起权力来 老王也就指甲盖大小 儿子一气之下动手打了小胖 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 作为文体委员 儿子的两刀杆被老师当场抹了下来 老王得知儿子在学校打架 提着王傲就打儿子 他再三强调作为干部子弟 儿子当以身作则 可儿子一席话又打到了他的七寸 老王本来还想动手 可从妻子口中得知儿子之所以委屈 是因为两刀杠被抹后 又立马上前安慰 同为干部 他特别理解儿子被夺权的委屈 他鼓励儿子要真想当官 拼的应该是脚踏实地的方面 你要真想当官啊 首先就得拼的是吃学习 当然做人也得好 当然最重要的 还得有个好想题 知道吗 开他妈 拿点签 明儿请开吃饱的 好好不过脑子 老王一心抓生产 手头事物越来越繁忙 他为此找女主任沟通 希望安排一个优秀的生产标兵 担任副工长 女主任属于官场打太极宗师 对什么提议都打哈哈 只会一个劲儿说对 对 太对 对 对 太对 可到了关键问题上 女主任就是不同意老王的人选 因为女主任早选了个衣服穿得最少的姚力 来担任此职位 老王面色难看 姚力却忍不住得意 因为衣着暴露 她没少爱老王教育 如今两人都成了管理层 她又有女主任撑腰 于是便对老王蹬鼻子上脸 以后拱断上的事啊 你都把我顶着点 更令老王不满的是 姚力第二天直接甩手 副工长应该分担地工作 到头来还是落到老王手里 老王只想一心做事 所以面对姚力的职位空缺 她陪着好话 想请之前选好的生产标兵岳华 担任工会委员 这职位名字说来好听 其实也就是帮忙管理后勤 暴脾气的岳华自然不干 老王碰了钉子却不敢生气 其实岳华也是她的初恋 两人当初因为岳华母亲的反对而分手 按理这是不怪老王 可岳华却看老王没有非她不娶的魄力 后来两人各自成家 相比老王的幸福美满 岳华反而孤身一人 她的丈夫因为偷找小蜜 导致两人离婚 所以岳华过得不算如意 最近 常理与女工因为感情问题 和安眠要自尽 老王得知后立马将人送往医院 经过一番抢救 女工这才脱离危险 问及原有 女工朋友到处实情 原来女工跟处长儿子谈恋爱 因为处长儿子承诺 会将女工的农村户口转为城市 女工便飞蛾扑火 为爱情付出了所有 可事后不久 处长儿子又另寻心欢 老王见不得女工吃哑巴亏 于是专门找到保卫部 保卫部门本不想搭理老王 可一听状告的是处长儿子 立马邀请进办公室 他以为老王是女工的父亲 于是了解事情后 指责是老王没教好孩子 老王一听这话 当即亮明自己干部身份 他们是领导跟领导之间的谈话 他意图使保卫部门认真对待此事 可保卫部却反过来 以为他是收了礼 这才不辞辛苦 为一个小女工打抱不平 老王先被人误解 当场向对面递来的烟还回去 然后郑重警告 他们家从不收礼 可回到家 茶几上的礼又格外刺眼 原来白天 厂里又一个女工亲自登门 想让老王再转掉信上签字 老王怪妻子收礼 可妻子却迂回有数 宋礼人的热情实难推脱 所以他也给了对方四罐酱豆腐 老王听到这种说法 才当下心安 至于这个女工要的签字 他也字不应允 厂里培养一个工人不容易 就这么说掉就掉 起不乱了章法 不久 厨长儿子得知老王将自己告到保卫处 亲自登门算账 老王不怕处长儿子 只是不想搭理这流氓 但处长儿子越说越来劲 先是说话夹带芬芳 随后还升级到对老王的人身攻击 处长儿子年轻气声 说着就要动手 哪知老王身藏不漏 当下一个反简将对方摁倒 想到年 我玩圈玩脚的时候 你那马还是液体的 老王想借机教训对方 却被冲上来了旅主人劝架 处长儿子捡到机会 一拳挥了老王脸上 捡了便宜自然还要卖乖 一番厥词大放后 他才夹起尾巴跑路 这次主人明显是拉偏甲 可面对老王 他又是那副油枪划吊 说好鞋不踩臭狗屎 那处长儿子就是一坨屎 你和他叫针也是西瓜皮擦屁股 越擦越腻活 主人离开后 老王想来想去还是起 他请兄弟大老黑喝酒解闷 大老黑得知原委 豪气陡生 原来处长儿子仗着父亲光威 已经祸害了好几个常理姑娘 他咬牙切齿 一定要把那孙子的蛋黄都打出来 杯酒下毒 老王醉意上头 听大老黑让他结账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装的 说倒就倒 老王的郁闷并未因此消解 晚上 家里来了不速之客 男人背着一大袋土特产上门 见到老王便下跪感谢 原来他是为处长儿子 祸害的女工的父亲 当初若不是老王及时发现 救回女儿 那他们这个家也就完了 男人领走前 老王想让对方向土特产带回 但人心肉掌 农村人的一片真心又岂容拒绝 老王推辞不过 并又想到了酱豆腐 但这次酱豆腐不够了 只能加送一罐臭豆腐 臭豆腐就大饼 容颜是不饼 另一面 之前被老王拒绝转调的女工菲菲 居然成功转调 签字的正是副工长姚丽 老王得知后找姚丽理论 可不管有礼还是有权 姚丽一句话就把她噎得够呛 那我还就欠了 你能把我闹吗着 事事转调女工菲菲撞到枪口 听老王不同意转调 没收了转调文件 菲菲便软硬兼施 老王刚把转调手续锁进抽屉 主人便来祸悉尼 她照例搬出自己臭狗屎的阿Q哲学 还说菲菲上面有其他领导关照 规劝老王让步 可老王这次硬气十足 管她菲菲上面有没有人 这头臭狗屎她踩定了 最后 菲菲在旅主人办公室哭得梨花待雨 女主人又搬出她的臭狗屎哲学 但这次轮到老王成了那坨狗屎 而至于转调 她也给菲菲吃了定心丸 反正她这边签了 到时候也能直接报到 这边 老王得知车间有个女工 靠自己的努力考到了计算机证书 顿时动了西财之心 与菲菲走后门相比 这样的女工才应该转调升职 当下 老王拿证书直接找厂长 见厂长办公室没人 她趁机过了把厂长引 厂长倒没有因此为难老王 得知老王来意 有责任心的她也公事公办 把走后门的菲菲又退了回来 可紧随其后 老王便收到厂里 另一个河主人的造访 原来河主人就是菲菲的靠山 河主人没想到一手安排的事 竟在老王这么一个小工长这里翻了船 她当下讽刺 说老王是那种两条烟就能摆平的干部 侮辱老王其他可以 但侮辱他干部身份就不行 她当下硬刚河主人 双方也就此放了狠话 不久 那个让老王无可奈何的处长儿子 突然遭到报应 他被人痛打进了医院 大老黑兴冲冲地叫老王请客 鉴于上次自己备货买单 菜没上齐 大老黑就叫老板娘过来结账 老王不明所以 追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是大老黑让自己外甥帮忙 收拾了处长儿子 不过四人人愿设计小辈 老王多少有些后怕 他害怕把大老黑外甥也给坑了 外甥面对长辈关心 心中受用 不断敬酒 对老王的针针教诲 更是照单全收 大老黑眼见老王一杯接一杯 顿时察觉不妙 突然警惕起来 再有呢 别急 敢卖大地 我妹喝多 这没人能弄腻美人的 老板 来来 告诉你 又罪我前面了吧 大老黑接连被坑 也起了报复之心 回家时他便故意将老王送到月华家 月华刚被前夫纠缠完 此时正依人故隐自怜 此情此景突见初恋上门 便以为老王对他还念旧情 所以老王几句客套的关心话 就惹得月华情难自意 不过老王还是坚守住了底线 他可不是隔壁老王 如果有来世 你能娶我吗 能 能带我媳妇吗 在工厂新一轮技能比赛里 老王车进了两名女工双双拿到第一 直到女工来自农村 老王便想亲自下乡发送奖品 一来表达自己对女工的关心 二来展显自己的领导地位 大老黑嘴馋农家饭 于是以外甥免费供车为由 死缠烂打地跟着老王一起出门 时时村里锣鼓悬天 阳歌正盛 老王以为是村民欢迎自己这个干部 心中自豪 感谢太感谢了 带着养个队来的 真敢踩下几 谁来都这样 到了第一个女工家 老王送完奖品后 就被大老黑拉着紧急赶往下一家 原来大老黑在这家转了一圈 发现没养猪 于是断定留在这里吃饭 也吃不到鲜肉 果然 因为第二家养猪 大老黑总算一饱口福 席间老王以领导自居 大老黑却不断泼冷水 老王越激越勇 得知村民自酿酒没有销路 他便打中脸充胖子 一口气买了好几箱 大老黑看不过去 自己小声抱怨 老王观影上来忍不住 直接把他劈了一顿 回到城里厄运就来了 老王的几箱酒一瓶没卖 就被城管全部没收 而当事情传到厂里 吕主人二话不说 将老王当众罢免 各种罪名也分治他来 年龄大 没文化 老王下乡对职工的慰问 也成了打着领导旗号大吃大喝 帮村民卖酒 也成了利欲熏心 老王心中郁闷 自己十几年兢兢业业才升到工掌 到头来竟落得这种结果 而整天不干事的姚力 反而轻松升职 大老黑知道老王心中郁闷 主动请客 关于人情事故 他比老王看得通透 这事不止那个狗屎哲学 发明者吕主任 和主任姚力这两个坏东西 肯定也没少做鬼 不过眼下事成定局 他也只能安慰老王 不当工帐也挺好 省心又省事 老王感动于大老黑一番好意 这次坚持自己买单 老板 回来 家门口 老王碰到了妻子 他本想掩盖自己被撤职 妻子却想得开 老王提醒妻子 这事千万不能让儿子知道 可儿子早就听到了风声 所以不等老王掩饰 儿子便主动安危 网上教育儿子的话 如今受用到自己身上 老王顿时欲竭全销 工掌职位再珍贵 也不及家人分毫 身在其位 变谋其政 不在其位 变谋生活 一时得失又何须在意 此后 老王成了车间的搬运工 大老黑于心不忍 便疏通关系 又给老王捞了个干部作 每期明月能管八百多个人 老王想着远离是非之地 也就义不容辞地走马上任 成了能管八百人洗漱的澡堂堂长 事实何主任光顾 对落魄的老王趾高气昂 大老黑及时打破僵局 他安前马后 将何主任请进澡堂 澡堂的官没人惦记 老王也就没了之前的勾心斗角 他跟大老黑每天做班 打扫卫生 倒也怡然自得 可月华的突然闯入 打扰了老王的岁月静好 原来常理民主选举 得明星的老王被选上了副主任 老王当下兴冲冲地就要去报到 大老黑也着急递衣服 当干部 一定得注意形象 别拿自己不当干部 是一部略带黑色的青喜剧电影 他没有激烈的人物冲突 和跌宕起伏的情节 整个故事也像是几件事情的串联 不期而至 又理智当然 老王作为整部电影的串线人 有着小人物的质朴与执着 见不得狼狈为奸 世强凌弱 渴望公平公正 扩清乾坤 老王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 源自于每一个小人物最单纯的渴望 卫贝言轻 依旧底线不灭 心向坦荡 他对干部的执意强调 虽然少不了虚荣心作怪 但这份虚荣 实则也是小人物梦想出墙扶肉的朴素追求 追求权力不是错 错的是某些人的利己主义 除此之外 影片借着妙学横生 轻松挥谐的对白 将不少司空见惯的嘴脸讽刺的淋漓尽致 影响最深的 是吕主任的对 太对了 和他那臭狗屎理论 这种表面笑呵呵 背后搞动作的人 实在让人再熟悉不过 与这意求之合的姚丽 和主人之流 虽然戏份不多 但恰到好处地将某圈里的权钱交易 权色交易点到为止 西向怒骂间 鼻子心知肚明 令人玩耳 至于老王的结局 有人觉得过于天真 现实中 老王可能一辈子都难以翻身 但换个角度 这何尝不是导演 对小人物朴素梦想的肯定与鼓励 一目实影 与你 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 下期再见 请订阅